晓鸥 我已经离婚了 我明明就听到你说要再跟他结一次婚 怎么又理了 我就知道你五岁了 是那个霍鲁一直在变 现在霍鲁就说 万不你如果一次婚了 你如果想要离婚就要再重新去定期 才可以离婚 我知道我说这个没人听我说啥 毕竟我和高思源真的去和平收藏 这之前你说的 我会给他孤婚 我会把店给他去划 那都是无缘的事情 晓鸥 一切都没改变 一切都跟一切同样 那我可怜的同样 那天你在全部人面前 说你还没有离婚 我才发现 我才发现你是恐怖情人 我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够克服这件事情 带给我的恐惧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要怎么再相信你 晓鸥 我还想要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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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回来回好吗 我们做回来回好吗 不然你家都不像家 就让我们做回来回好吗 我们理性面对 和平 不收藏 我还想要带你和平收藏 我还想要带你做母 我还想要带你 我还想要带你 可是我不想嫁给你了 我们搞错了 我们把爱情跟事业 都搞在一起 以为事业有了 爱情也会有 可是不是这样子 发生这件事 我才知道我们根本不适合 什么意思啊 什么的没什么 是我们不适合做生意 还是说我们不适合做母 你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这些事情 我不需要把母亲做啊 我知道我爱你 这样就搞啊 放手啦 你就好好回去固定 好好回去研发新口味 延续你用台南农产品 做饼的初衷 不行 我无理我的罪不搞 我需要你给我倒上 许太白 我离开你 我是有失望 有生气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我一直在为了你活 一直在帮你实现你的理想 你想要新口味 我陪你研发 你想要收徒弟 想要传承 我帮你开盘收客 你想要生人赚钱 我帮你想怎么行销 可是现在 我们应该要为我自己活 我 我们 你想 谢谢观看